那名產呢 當地的名產有差嗎 你們覺得 像義大利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很多名產 但是 我們一定要在對的地方 買當地的名產才不會虧 例如說 義大利我們可以分三個大區 北部 中部跟南部 那我們先講我的家鄉托斯卡尼 托斯卡尼的名產是什麼呢 橄欖油跟葡萄酒 就是橄欖油跟葡萄酒 例如說 如果你在托斯卡尼當地 賣一瓶很好的品質的橄欖油 大概是三歐 就那個農夫他自己賣給你 那如果你在義大利其他的地方 買同款呢 大概是十歐 對 那我們講那個葡萄酒更誇張 在托斯卡尼買的話 一瓶五歐可以買 而且很好的那種 其實台灣的加勒夫也有買 但是台灣大概兩千塊 那如果你在 對 我跟你講 我最近一直在想要不要開公司 然後開始進口那個葡萄酒 你當然要啊 怎麼還不進 因為聽說很麻煩 那個進口酒很麻煩的一件事 不然我早就開始了 但是重點是 意大利其他的地方 譬如說羅馬 羅馬 機場我們不說了 因為機場大家都知道很貴 我說在 呃 城市裡面的超市 所以其實基本上跟加勒夫 台北的加勒夫的價錢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說在意大利有很多很好的東西 但是你不要覺得過度興奮 你到哪兒就隨便買 不是你要先做好工的可能 可是我覺得民產你出國之前 你還查得到這個地方 譬如說靠海 他也許吃海鮮比較便宜 像我媽就硬要去南發 不知道點什麼鹿肉還是羊肉 貴得要命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在喝魚湯 他硬要點什麼羊肉 那種就很貴 我媽就我就不知道 然後呢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地方 就是要到了當地消費 我才發現有差異的 就是你查不到它的名產 就是義大利 它很奇怪 酒 水 可樂 咖啡 這四個東西 每一個地方賣的標準都不一樣 像我們在 我那時候在義大利玩 我從米蘭玩到威尼斯 然後我再去佛羅倫斯 然後在米蘭的時候 我們在餐廳吃飯 就隨便找一間小館子 因為泰式中心的也很貴 隨便找一間小館子 你就看 點一杯紅酒 點不起10歐以上 20歐以上 然後他說 點個咖啡好了 在歐洲嘛 點不起 然後那邊最便宜的呢 就是可樂 在米蘭的時候 就是點可樂喝 然後水也很貴 然後我們玩到中部 我們玩到威尼斯的時候 威尼斯就水很便宜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一人買了一大盒 威尼斯什麼都沒有水最多啊 對啊 難怪喔 難怪水 但我的意思是說 它的水就比可樂還便宜 所以我們當然就一直喝水 可是我們在米蘭的時候 就可能只能喝可樂 一直喝可樂它最便宜 然後我們到威尼斯的時候 就覺得 哇 水好便宜喔 突然這樣一大罐兩公升 可能三歐 四歐 兩公升的 我們就一人都買了 兩公升的帶在身上 我跟你講到了那個 到了佛羅倫斯 山城那邊 超級厲害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的水好貴 咖啡好貴 可樂好貴 它的酒 所以你就狂喝酒 你就只能喝酒 因為真的太便宜 為什麼 因為我們找 多便宜 多便宜 它就是我們就是 你隨便逛一逛 你就找到一家很奇怪的地方 然後裡面呢 全部都是老闆一個桶子 一個木桶一個木桶 然後全部都用這種 焦花的水管 接在這個木桶上 然後它不是給你一杯一杯的 你要自己拿 你就看到很多當地的居民 拿那種汽油桶 拿家裡那種寶特瓶 然後去他那邊裝 你看這個老闆這邊 這邊還有好多寶特瓶 然後你都是拿一桶一桶的去裝 然後我們想說 我們就問老闆說 那這個價錢多少 他就說看你要裝多少 那我們不是在威尼斯 買了兩公升的那個礦泉水瓶 我們就拿去裝 裝到滿 兩公升的紅酒兩歐 好便宜喔 好喝嗎 重點 好喝嗎 重點 好喝嗎 它是自己釀的啊 它自己釀的啊 它自己釀的啊 對 因為有沒有發現 有一次可見 我剛剛沒有亂講喔 因為佛羅倫斯就是 托斯卡尼的省都 所以他們用當地的葡萄酒 可以買這麼便宜的價錢 但是在北部 不可能可以這麼便宜 這個在南方很正常的 真的喔 大家都會 我們不會去打賣場買酒 我們都會去這種地方 然後就是2L 大概兩個歐元 對 對 可是你看都 但是是真的好喝就對了 真的好喝喔 因為他們是特別 他們會自己跟那個農人 那個葡萄酒拿的 所以都特別便宜 對 我的故鄉是那個加利西亞 然後我的 家鄉叫比古 在這邊 這怎麼好像一件內褲啊 這是西班牙 對 這裡是巴塞隆納 這裡是我的故鄉比古 那邊是一個魚桿嘛 然後我們那邊的魚跟海鮮都很新鮮 然後很 就很多種 從什麼 那個叫什麼 什麼 生蠔啊 那個都很新鮮很便宜 那我印象深刻是那個掌羽 是我們的特產 就是在我們那邊 只要六塊油圓 大概是多少 兩百多塊台幣嘛 對 但是到巴塞隆納我就吐血了 我就去買一個那個掌羽才一個餐廳 跟我的巴塞隆納的朋友 然後我做了一點點的調查嘛 就是這個正常嘛 他們說那邊從十五塊到二十五塊都正常 然後到馬德里也是十五塊到二十五塊 就是上倍的價錢 真的耶 很多人覺得如果要吃海鮮的話 要去最近的那個海邊就對嘛 可是也是對 一般對一般不對 在韓國 因為韓國最大的海港就是 人稱那邊有一個 然後布山那邊有一個 但是人稱的幾乎都是 跟大陸要... 為了跟大陸貿易的 所以沒有很多海鮮 可是布山的話 就往太平洋那邊 所以所有的國外來的那個海鮮 都是一定要透過布山 所以布山的海邊 海鮮最便宜 這個到底有點像 我們現在去基隆吃海鮮 跟一到那個高雄去吃海鮮 是一樣有價差的 我之前就是 我上禮拜我親我阿姨 她從嘉義那邊上來 我說那妳可以幫我買蛤蜊嗎 然後她就說好 她就說一斤一百 我想說應該要小小顆的吧 就要買上來超大顆 就我在台北是買一斤一百八的尺寸 然後還有一個我也覺得百思不得其解的 就是這個 德國行李箱 德國行李箱呢 我覺得她們很妙的 大家都去德國的時候就會很想買這個行李箱 因為想說是那邊的產地 特產地 所以在那邊會比較便宜 但事實上呢 如果妳看她全球的話 她現在在德國 德國的專賣店 賣得比台灣的專賣店還貴五百塊 我就說某一型的那種胖胖箱 最近很流行的 Sporty的那個是不是 對Sporty那一個 她德國妳專賣店買還比台灣貴五百喔 所以妳在那邊買並沒有比較便宜 那如果你到了德國之後呢 妳要去他們的專賣店買這個行李箱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呢 我去的時候我算了一下 那時候還比台灣賣的專賣店便宜一兩千 然後我還在考慮說我便宜一兩千 有沒有必要到德國買這個東西 我還要拖回台灣 然後台灣還能夠分期啊 什麼十二期什麼的 我還在考慮的時候 我在慕尼黑的一家店裡面 我就看到了一模一樣 這個胖胖的Sporty行李箱 它才四百歐 官網是五百七十九歐 它不到四百歐 對 所以台幣我才不到 我大概一萬三左右我就買到了 我的也是在慕尼黑買的 也是在慕尼黑 它同樣就是這個牌子 同樣在德國 然後你去專賣店裡買 跟它那種 跟它有一些行李箱的店裡面去買 它可以價差到六七千塊 可是你會發現說 其實這個行李箱啊 你可以到它的另外 不是專賣店 但是它 你知道像台灣也是有那種連鎖 就是它裡面綜合版的 什麼牌子的行李箱都有賣的 對 它到那邊它可以再打10% off 所以又更便宜 然後如果你付現又再更便宜 所以在倫敦的時候 學家在倫敦很貴 要一個大概一千一百台匹 如果你要買一個 一千一百 一千一百 那當然去 剛好我要去那個 古巴的時候 世界上最便宜的地方 是學家在古巴 所以我飛到哈娃娜 那那邊只有一個 三百八十五台匹 差好多喔 差很多 但是這個是在古巴最貴的地方 因為我去飯店的時候 我買了一個 只有買一個而已啊 所以我買因為三百 三百八十塊還是有一點 你說三百八已經是算最貴的 對 那邊其實算貴 因為我要回飯店的時候 我在飯店前面 一個阿嬤 原來是阿嬤 那邊坐這個學家 然後我問他 阿嬤你在哪裡買的 他說 他說 隔壁而已啊 我說你買多少 他說他買了一百七十五台匹 所以你人生沒有阿嬤不行啊 對啊 沒辦法 對啊 所以你應該嫁給他 那個阿嬤 那個阿嬤是穿紅衣小女孩嗎 然後在那邊捲學家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一個學家在倫敦要一千一百 在古巴那邊 不同的地方 不需要在那邊 要一百七十塊而已 所以我買了四十個 待會兒去倫敦 倫敦房店都買掉了 出的飛機標跟古巴的住的地方 的錢都回來了 哇 妳好聰明喔 我還是走私喔 像我曾經 去到土耳其的時候 就是到那邊一定會想要買的東西 就是這種有的沒有的 只有妳會買 就是有的沒有的 就很乖乖 妳就愛亂買 誰會買這個 對啊 這個圖圖圖也很多耶 你看到這個燈很漂亮 很漂亮就拍照就好了 可是那個燈那個很漂亮 就覺得很想要收集 看看摸摸就走啦 不能摸 不能摸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家裡的裝潢 我就想說 感覺好像可以買一個在家裡裝潢 就是感覺很適合這種感覺 那個味道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要買 然後那時候 我在那個世界的時候 我就很衝動一直想要買 因為我就看那邊燈都很多很漂亮 然後一個燈呢 大概平均都是 三千塊台幣左右 那如果大顆一點的話 可能還有甚至上萬塊的那種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想說 蛤 我好想買好想買 就在那邊已經欲罷不能 但是呢 那邊就是我們那時候 有請一個導遊 然後那邊導遊就是跟我講說 你冷靜 你冷靜 你不要在這邊買 你千萬不要在這邊買 因為這邊買的東西非常的貴 他說這邊就是 可能就是市集 這個市集很多可能觀光客 或是很多外地的人會來 所以他賣的東西會比較貴 而且他在市中心 他說我們的行程 可能會往比較南邊一點 或是比較往下面一點的話 你那邊其實到處都會有 你可以看得到各式各樣的 後來我就好了 我就想說好吧 那我就忍住就聽他的話 後來走... 就是我們到了 比較南邊一點的地方的時候 我們就去逛 就是一個很普通的那種 小城鎮 然後也真的是到處都有在賣那個燈 只是沒有說擺得這麼密集啊 就是沒有像他們擺得這麼漂亮 這麼密集 但是呢 我現在在那邊 對 我在那邊看到的燈喔 一個 在這邊 妳買了 我買了 這為什麼嗎 他這個燈 一個才300塊台幣 他買不買 300塊台幣妳要買幹嘛 很漂亮耶 我就覺得很便宜 這就是一個活動談語啊 沒有 我就覺得他很便宜 然後因為呢 還可以遛鳥 因為呢 他那時候 隨身的那個煙灰缸 妳為什麼要買一個白色 它不是很 很多顏色嗎 尿盆 我就覺得因為 那時候我就看到白色是打光下去 它閃來閃去是最漂亮 它會閃那個光澤 所以那時候我就買了 因為我就覺得很便宜 妳剛剛不是說妳閃了一顆 妳剛剛不是說300塊很便宜 想要買一顆 那買回來有用到嗎 沒有 妳真的很會亂買耶 她隨時都愛裝潢 跟家裡裝潢好像不太搭 對啊 掛起來 很像不是那一回事 FNZ強的觀眾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喜南的支持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收看最新影片 啊 看看あります !